大家早上好 能听得到我吗? 很高兴今天又见到大家 我们今天在法藏寺 是周日早上的进度法会 谢谢大家参加 我周二的凌晨就要飞去韩国了 在那边要待四周 所以这是我最后一个周末在这里 我希望我还能再见到大家 因为你看现在这个导弹到处飞 我也不知道我该说什么 所以我先发几个告示 大概一个月以前 我早上有一个早上在做禅 然后我就有一个念头说 把它带回来 我当时没有仔细观察 然后过了两天以后 又是同样的念头说 把它带回来 然后我第二次一听到 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 我立刻就知道这个讯息的意思 就是要把 把人带回来 把已经一个离开的人带回来 但是我没有仔细想 因为我一贯是不想把这些已经离开的人带回来的 因为我一贯是不想把这些已经离开的人带回来的 但是最近呢 在韩国的老和尚 在韩国的老和尚 他也做了个梦 他说 他做了个梦 说他在法藏寺的 他在法藏寺做舌理展的过程中 因为他累了 他就去睡了一觉 他说 可能是文殊师利菩萨 告诉他说 要把他带回来 然后又有其他的一些另外的事情 但是很复杂 所以我知道所有的这些讯息加起来呢 很可能 是文殊师利菩萨 他命令我要把他带回来 如果是宣化上人 我的老师呢 他在我坐船的时候来教了我几次 所以我能够识别出他的能量 就每个人的能量他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知道宣化上人 这个能量的样子 我知道我的能量的样子 我知道这个能量它的来源要比 要比宣化上人要高得多 所以我知道不是宣化上人 而且没有商量的余地 也没有谈判的余地 也没有谈判的余地 所以这个消息呢就是在说 我们因缘到了 我要让贤痴老和尚把它带回来 不管这是什么意思 在越南语里面 这叫做jihoi 有人懂越南语吗 教会 中文叫召回 在中文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词吗 就是召唤他回来 后面有一个说中文的人 所以我没有办法抵抗这个决定 所以我会让先吃老和尚 他现在在韩国 让他去联系这个人 问他愿不愿意回来 所以这是新闻 这也意味着 有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训练他们 他们达到了不错的技能的水平 但是没有我们的保护呢 他们是在受很多的苦 而且他们也在退步 没有我们的帮助 没有我们的引导 没有我们的保护 所以我知道 这是从大成的小读来讲 这是在浪费资源 因为我们训练他们 训练他们是不容易的 他们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达到了他们今天的警戒 如果我们就这样把他们放弃了 这是很浪费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 所以他没有办法 把自己一个人保持现在的警戒 也没有办法继续进步 所以这是在浪费大成佛法的资源 所以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 我现在想的有几个人 我会同意把他们召回来 但是其他人呢 我们要再看了 所以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要向大家公布的信息 有人问 因为你教我们 如果你看到有 在修禅的时候 看到有佛或者有菩萨 去跟我们说话 在我们修禅的过程中 我们要忽略他们 所以这只是对我们说的是吗 水平低的人说的 因为你刚刚说你是跟着佛的声音 你在修禅的过程中 你听了这个佛跟你说的 在修禅的时候 你听了这个佛的声音 师父回答说 当你刚学习禅的时候 我们教你的事 你要忽略所有的警戒 所有的念头 念头其实就是一个 你的 当你在做禅的时候 你可能会 张开你的眼睛 看到东西 或者说你会听到东西 或者你的身体 会感觉到有什么 所以你首先要训练自己这么做 但是呢 这是训练的一部分 但是你一旦技能足够高了以后呢 这是不一样的 这是不一样的一个环境了 有的时候 在座禅的过程中 有人会来 我们会得到教导 会得到指导 比如说在几周以前 我说我们在这里 有一个修行者的 一个大的网络 我们是受到佛菩萨的引导和指导的 他们指导我们做精神界的修行 他们非常的 关心我们 不仅是我 也关心我们这里所有人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我 我最近 把他们驱逐走 说我不想让你继续留在这里 他们在外面的世界里面呢 得到很多的污染 所以 如果他要再回来呢 我们还要再清除他们身上的这些 在外面 招来的这些 这些污垢 所以我自己 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呢 我 中国的老师教了我 他在我塑产的过程中 他来教我 非常清楚 因为我可以听得清他的这个声音 你没有办法忽略他的这个声音 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愤怒 那他继续教我的时候呢 就 愤怒的能量越来越低了 他第一次教我的时候非常的愤怒 他说 坐起来 把腿攀起来 所以 这个是 这个是中国的这个 出家人 那次我是 我很困 所以 我 立刻就被吓到了 所以我就立刻坐起来把腿攀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盘着腿睡觉 之后呢 我在坐谈的时候 他也会来教我 所以这就是一个声音 但是这个声音 只是一个念头 这个念头比我自己的念头还要轻 所以我知道这不是我自己的念头 我知道 魔它没有办法有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 这种样子的能量 当你修禅的时候 你 你就可以发现 这个定律是没有办法装得出来的 所以 这就是我说的 这个能量 你从这个能量里面 可以 可以知道 一些东西 尾山寺 尾山寺 尾山寺说 谢谢师傅 谢谢你帮助我的妈妈去西方极乐世界 我想 对我的丈夫和家人表达谢意 所以 我们住在美国 我妈住在韩国 所以我没有很好地照顾她 所以我感觉到有内疚 所以在这49天的过程中 我 我 我丈夫有 表达她对她没有照顾好她妈妈的愧疚之情 所以 师傅说 你一直在不停地谢我 你谢够了没有 尾山寺说 我也想分享 上周日 我听说 我的 丈母娘去了西方极乐世界 我的丈夫 非常感激 那天晚上 我丈夫 和我说 我理解了为什么 你要修行 如果你想要去法藏寺的话 因为我之前一直想去法藏寺 但是我怕我丈夫 因为她非常恨这个道场 所以我一直没有机会去法藏寺 但那天晚上 吃晚餐的时候 她 我丈夫跟我说 如果你想去法藏寺的话 你可以去 我会支持你 我支持你 她等到随心讲义 师傅说 非常 非常像是禅的风格 她一直想要去法藏寺 但是她一直在非常耐心地等 这就是禅 就是要耐心 耐心再耐心 这就是禅 就是要耐心耐心再耐心 这个禅 禅和 和 这些法会对我的孩子也很好 他们加入了几次 往生回向 然后呢 还有一件事情是我 我开始修行 我开始发现我的孩子开始变了 他们变得越来越成熟 我的丈夫也可以看到他们身上的变化 不仅是我 师傅说 你的孩子也能 也有影响 因为他们没有 基本上没有来道场 他们只是非常局限性地接触了 我们修行的内容 我们道场的内容 所以这是 你真的很有福报 因为西方教育背景下的人 大部分是 是会 拒绝就是精神界的这些 这些修行和内容的 尾山寺说我没有逼他们 只是有的时候他们 比如说他们压力很大的时候 感觉压力很大的时候 我就会说 我就跟他们分享说 修禅可以帮助我 从我的愤怒当中走出来 所以 在这49天的过程中 我的丈夫 我觉得她的心扉慢慢打开了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后面再改变她的心思 师傅说 对趁她还没有改变她的心思 你赶紧享受 我现在就是说 我也想像 跟我一样有类似经历的 经历的这个女士们分享 就是你要有耐心 你如果有直够的耐心 你就会有感应 师傅说 这些有耐心的人身上 会有好事发生 师傅说恭喜 谢谢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说 谢谢你的反馈 今天早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除了 就是 宣布刚才那个消息和新闻以外 我 引用 巴菲特 他说 巴菲特有说过 成功是什么 成功不是金钱 因为他有足够多的金钱 因为他有足够多的金钱 所以不是食物 他说 成功是当你死的时候 有多少人真的爱你 你们很多人都知道 巴菲特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是一个菩萨 一个水平很高的菩萨 如果他去世的话 我会告诉你 他的真正的水平 你不会相信的 但是在他 即使是他这样的水平的人 他还是迷惑 他还是在教错误的东西 当我是一个在家人的时候 我非常的崇拜他 我认为他是一个成功的榜样 作为我们这些做事 这些商界的 精英来说 他是成功的榜样 但是当我开始修大臣以后 我开始发现 巴菲特他有多么的迷惑 他有一个巨大的弱点 他年纪很大 所以当这个年轻的女孩子 跟他说的 就是跟他甜言蜜语的时候 他什么话他都会相信 因为他年纪很大 而且他这个 而且他年纪又很大 又那么有钱 他应该知道 就是当别人喜欢他的时候 他们喜欢的是他的钱 不是他 因为你们现在都很穷 所以你不知道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当你真的很有钱的时候 你就会问这个问题 他到底喜欢的是我还是我的钱 如果你问这个Jumi 他就会告诉你 巴菲特他还是有很多的迷惑 他在95岁的高龄 他有这样的成功 他还是没有 世间的定义上的成功 他还是没有意识到成功到底是什么 让我来告诉你 成功就是去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一个人能够做到的最大的成功 不要再回来了 不要再继续这个世界上疯狂的这些事情 所以你能做的最成功的一生 就是在你 在你这一世的结束 去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你这样能做到的话 其他没有任何事情 是没有 其他的事情都没有什么关系 不管你这一生有什么样的成就 跟去进度比起来 比不上算不上什么 就算是巴菲特 他这一生的成就 他都比不上十分之一 百分之一千分之一 一张去进度的机票 所以不管他是 他的金钱 或者说他的名誉上的 这些成就 都比不上最高的这个成就 就是能够这一世结束去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去西方极乐世界 需要非常非常多的福报 你根本想都想不到 所以巴菲特 他这一世结束以后 他就会去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 因为他也知道 阿博问 阿博问 你准备 你准备要把 召回来的人里面 菲比是在其中之一吗 是否说菲比是什么 阿博说菲比 之前的贤惠史 是否说我不清楚具体的 这个是要看玄师老和尚决定怎么做 他 我去韩国 这几天我会跟老和尚商量一下 我会跟他说 我会跟老和尚商量 因为在这个战场上面 这个国王给我下了命令 但我作为将军 我还是要跟其他人商量 到底应该怎么样打这个仗 所以 所以 佛跟菩萨 非常地支持我们 保护我们 引导我们 所以我很感激他们 但是我必须要 是我必须要 亲自操刀让这些事情发生 这是我的工作 而且 他也不是唯一的 我这个 唯一 我唯一效忠的老板 我有很多的这个老板 你们都不知道 有维扬宗的老板 有各种各样的老板 他们给我下命令 所以不是你想的这么光鲜的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 有些什么 在这里 我们有一个问题 我们有一个问题 志宏有一个问题 他说 志宏说 Jesse 你站在那里的时候 不要抖你的腿 像个星星一样 在那边抖腿 你要忍 当你感觉到这个 你的 当你感觉到这个蚂蚁爬上你的脚 在那里摇你的脚的时候 你要忍下去 不要在那边抖腿 像个女孩子这样子抖来抖去 我们是男人 你要忍下去 志宏问 巴菲特他能平一己之力去西方极乐世界吗 师父说 他的水平是可以的 对于这些高水平的菩萨来说 他们可以平一己之力去西方极乐世界 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他是水平足够高的菩萨 9号 我三岁的儿子非常喜欢来道场 但他年纪还很小 他还很执着于我 所以如果他跟我一起来道场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 不管是念咒还是修缠 还是做法会 所以我就决定把他留在家里 这样我可以专心地听法 然后等到下午2点半 所有的讲法都结束了以后 我再把它带过来 但是我感觉不是有点愧疚 师父说 你作为一个很自私的女人 这个你做的是没有问题 他就说 我 学里说 但是我觉得我的修行最后是为了能够帮助到我的儿子 师父说这不是唯一的方法 你用的这个方法是像我的中国老师教的大乘中的小乘的修行方法 就是你要专心 我的教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你唯一的儿子 这是你唯一的儿子 你很爱他 所以你怎么能说 你怎么能说 他是在分散你的注意力 所以我们的修行方法是 如果我们有机会帮助别人 我们就会用这个机会来帮助别人 当你的孩子 长大了以后 他有其他的事情 他喜欢追求的事情 所以在 现在呢 他很喜欢道场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他有很多的福报 所以他喜欢来道场 所以你要给他这个机会 给他这个机会 让他尽可能有机会来道场 因为这个机会不会一直存在的 要想来道场是很困难的 那些离开的人 不管是什么原因 不管他们那个原因 是不是 是好的还是坏的 他们会发现 他们在外面这个世界 他们受很多的苦 而且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做什么 所以他们在受很多的苦 而且他们在退步 他们是在浪费他们的人生 所以 让任何人他有机会来这个道场 哪怕只是一次我们都会很为他们高兴 所以你都没有意识到这些 所以如果你的儿子想要来道场 你就让他来 如果他让你感觉很不耐烦 你要给他看你 你对他的爱 你对他的忍耐 你可以问任何的男人 他妈妈对他的爱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即使是其他的女人都没有办法替代 所以这是给你的机会 展示给他看你对他的爱 这是他会一生都珍惜的东西 你为了要给他看你对他的爱 你需要做出牺牲 牺牲你自己的这个注意 比如说集中注意力的这个能力 如果你说我需要进步才能更多的帮助你 那我告诉你 你进步是因为你 你牺牲你自己 而不是把你自己放在别人的别人之上 这不是我们修行的方式 当我们有机会 五秒钟十秒钟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非常专心集中注意力 但是当我们有机会帮助别人的时候 我们也 我们会 我们会帮助别人 并且把帮助别人放到自己修行更高的位置 我在教你的是真的大臣的修行方式 你在道场 如果我们有机会帮助任何人 我们都会先做帮助别人的事情 而不是先做帮助自己的事情 所以你看我今天多么慈悲 如果是喧哗少年他就说 你怎么能这样 好 好,有其他人有问题吗 三号 你什么时候离开 就说 祝弥说 星期五 下星期五吗 师傅问 哦 这周五 师傅说 我会做关心祺吗 你的丈夫会一起来吗 比如说你的问题是什么 这两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我有一段时间 有人跟我说阿罗汉的警戒有这些特征 第一个呢 第一个是阿罗汉他不会退 不会退阿罗汉的位置 但是你说的这些离开的人 其中有一些已经超过了阿罗汉警戒 所以为什么他们还会退呢 就比如说可能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或者别人教我的时候没有教好 是不是我理解错了阿罗汉的特征 第二个问题呢 当我们我记得以前师傅跟我们讲过 阿罗汉他没有足够多的福报去西方极乐世界 那什么样水平的菩萨可以凭一己之力 去西方极乐世界 师傅说你的第二个问题 你不要多管闲事 当你达到了某个水平的菩萨的时候 某个地的菩萨的时候 你就知道 所以你不需要来问这种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是这个世间的知识跟书本上的知识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去学怎么样造桥 你可以跟着这个公式去做 但是如果你真的在这个世间要造一座桥 你要设计做桥的时候 不是所有东西都是完全符合这个理论的 所以你要根据实际情况做修改 所以这些人他们教你的这些东西是从书本上来的 他们没有自己的实践的知识 来讲他们自己的实践的知识 所以很多的这个出家人 他们都有这样的问题 他们是书从 他们去大学里面学习这些东西 所以他说 而且他们说 我是这个比丘比丘尼 所以我应该去更多的学习这些知识 然后他们就去学三 他们就去打开这个三藏去读三藏 所以他们这些所有东西都是从书上读来的 所以他们是很迷惑 他们不知道他们说出来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不是书本上读下来的这种感觉 然后第二个呢 我给你引用一下这个涅槃经 涅槃经的前半部说 禅提 就是没有对佛教没有信心的人 说这样的人 禅提是不能成佛的 这是经文上面写的 在这个涅槃经上面 涅槃经是佛教的圣经 你可以把它认为是佛教的圣经 然后在第二 后半部 他说了完全相反的话 说禅提是可以成佛的 即使是佛的教导 它都不一定是前后一致的 即使是佛 他自己都是这样教的 他有他自己的原因 所以有很多的佛经上的东西 是不完整的 或者说是前后矛盾的 这就是为什么 你需要有祖师 来到这个世间 来跟你解释 这是佛的教导 那这个模型的弱点和缺陷 我希望在美国大城里 也不会出现 是祖师的这些弟子 以为他们知道所有的东西 我是在引用我的师父 尤其是我的师父的弟子 他们是我的师父的 佛法 我的师父的法的继承人 所以他们以为 他们知道所有的东西 但即使是宣化少人所教的法 也不是完整的 他还不是佛 他所教的东西里面 还有很多的 还有很多的缺陷 还有很多的漏洞 所以他的这个能量 对我来说是很明显 而且我知道很多很多 我的老师 他们的能量之间的 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可以比较 即使是我自己的老师 他是一个主师 他都有这些局限 比如说我给你一个例子 他交禅的时候 他交话头的时候 我完全是不同意他的 他交话头的内容 90%我都不同意 我是不会这样交的 更不要说 他是一个主师 更不要说 像 在韩国的Jokey Order 韩国的草西中 里面没有一个是祖师 那你为什么还会 还会要去 去学习 并且还保留 从韩国的草西中那里 学习的知识 我会把这些知识 全部扔掉 因为这只会让你有 更多的偏见 比如说我给你一个例子 我的师父 我认为他教的是 大臣里面的小臣 他们修行的方式 是非常窄的 非常局限的 就像那个女人刚刚说的 就是我要 集中注意力 集中注意力 再集中注意力 这是非常慢的一种 修行大臣的方式 我在教你的 是大臣中的大臣 所以我教你们的方法 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是永远都是 专注专注 你有 你有一个人 比如说 他喜欢教专注的人 他会让他的弟子 去 闭关三年 这是在中国的一个传统 他们从闭关三年出来 没有那么多的 没有那么多的成就 因为他们没有这么多的 能来教他 在顿教里面 如果你犯一个错 他说 比如说像他说 我需要专注 我不能让我的 我心爱的儿子 来分散我的注意力 这时候我就跟他说 你这是错的 这是大臣你的小臣 在真正的大臣里面 我们不这么修行 我们是美国的 这个修行的这个套路 不是中国的套路 所以我的师父 把中国的这个大臣 带到了这个国家 他会给你 会把你带到某一些境界 因为你只能 只能把你带到一定的境界 一定的高度 所以你只能在那个 你都在那个高度下面 理解大臣佛法 所以这就是 这里面的一个问题 你以为你理解 但是其实你并不理解 不是你想的那样 如果我再讲得细一点 如果现在的这个祖师 真的这么靠谱的话 他就可以 已经可以纠正这些错误 因为他的水平非常有限 所以他没有办法 纠正就我们这一代 第二代的这一代的修行者 因为我的师父 他没有教很多的顿教 你可以花十年修缠 这叫做 这叫做蜗牛式的 中国的修行方式 但是你可以比如说 你可以 你可以先去玩五年 让这个 让这个你的儿子来 分散你的注意力 然后过了五年 他可能说 我现在喜欢女孩子了 我不去道场了 可能你失去了五年 但是如果你 你五年以后来道场 你可以在 你可以在 这个 一个顿教下面 立刻就 立刻就得到一个飞跃 所以你是想要 慢慢慢慢慢慢的 这个 建修呢 就像我师父教的 还是你准备 顿悟 所以 我如果你有 你有这个 你有 如果你有 这个 这个 潜力 我会准 我会帮助你准备好 让你能够得到这样的顿悟 得到飞跃 所以 当你来道场的时候 你有机会帮忙 你就要帮忙 忘掉你自己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福报 我没有办法教你 当你帮助 在道场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是在 创造很多的福报 要远远比你自己在那里 坐在那里 修十年 二十年的禅 要 你如果自己坐在那里 修十年 二十年的禅 你能够产生的福报 要比你在这个道场 能够 能够积攒的福报 要低得多 这就是事实 尾山寺 尾山寺 那就是为什么 你要想来道场 是需要非常大的福报的 所以你不能责怪别人 别人这个离开 或者说去找很奇怪的 很傻的理由 而离开这个道场 尾山寺的阿博问 我没听清楚他问的问题是什么 师父说 丹尼尔对你来说 意味着什么 阿博回应说 非常重要 师父说 是很重要 还是完全不重要 师父说 你改变了好多 一年以前 丹尼尔说 我 我就非常的爱 这个阿博 爱到神魂颠倒 然后 现在 现在这个 阿博说 我现在 我看丹尼尔认为他很重要 对我来说很重要 所以 丹尼尔你要多来 多来这个道场 你看这个 你多来道场 就有好事情发生 师父说 直到丹尼尔成为佛教徒之前 你都可以忽略他 阿博说 谢谢师父 好 我们 师父说 我们接下来 准备吃午饭 你看大家都同意 全票通过